透过供佛栽生 也希望能够救拔累世父母 累苦得乐 农历七月期间 许多寺院道场 纷纷举办各种操建操度法会 来度化无形众生 希望他们不要来干扰我们的生活 但在佛教中 却认为这个月是小清吉祥月 是佛祖验收佛弟子修行成果的时候 也是世人回报祖先的时机 佛教的教主释迦摩尼佛 他就定佛弟子们 在每年的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这三个月 刚好是印度下雨的时候雨季 所以在这个雨季 佛陀就定他的弟子 不要出外脱波 尽量找外出 在这个前岸里面 就在道场里面 大家好好的用功 所以我们称为截下安居 这个截下安居 到了这个七月十五就截下 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佛陀的弟子 叫木剑莲 他就观察到 他的母亲受到了很大的痛苦 这时候他跟佛陀说 要怎么样来解除他母亲的痛苦 佛陀就跟他说 你在这个七月十五 大众解下的时候 就是大众经过三个月的用功 然后他要解下的时候 你来供生 这样子可以让你 把大众的福气聚集起来 让你的母亲解除他的痛苦 有着木剑莲尊者救母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子里 都会到寺院去供佛栽生 以及送年经文 就是希望将此愿力 回向给生生世世的累世父母 希望他们早日脱离三乐道 前往西方净土 法杰新闻杨志冲 台南采访报道